事件品傳 預計將工程會改為國土安全組織 以及最近頻頻跳電 選在特別時間點停電 傳說會啟動國安高層調查 請教練長回應 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從桃園機場竟然有人用油壓檢去撿電台 可見無論是暫時或平時 國家重要基礎設施 民生重要設施 確實有防備而且加強的必要 至於現在所謂的怎麼改造這個並沒有這次 那再來是東森三立根台市要詢問 瑞典學士機構指出台灣是接受 境外假訊息最頻繁的國家 那會不會擔心假訊息影響年底選舉 以及網路上有一張圖卡放上正副總統 以及院長的照片 那上面寫說 烏克蘭公務員和民代逃跑 那影射說上述的政治人物也會逃跑 那院長怎麼看這個假訊息 臺灣面對公國一再要親戀 世界各國都看到在第一線的臺灣 面對這一種假訊息的攻擊防備得很好 所以在我接見歐洲議會訪團後 其他國家訪團時 他們都在在肯定臺灣這一點 並願意來交換經驗 至於所謂道跑不值一博 謝謝 謝謝